每年三节节安乡公所都会准备生活物资要送给独居长辈 为了体贴年长者 乡公所更是委托巡守队来协助发送 同时也趁着送物资的时候呢 来关心独老的生活状况 这项关怀到家的服务也成为了节安乡特有的温馨任务 一大袋一大袋的生活物资 这是节安乡公所特别挑选过适合年长者使用的品项 这是要送给独居老人的中秋节关怀物资 中秋传爱超人巡守队初级 88位的独居老人不再骑着车子 或者是又要人家参幅兼售 来到乡公所领取中秋节的关怀跟我们的物资 我们请我们节安乡的各个巡守队 由他们专送到家 跟我们的独居老人来做访试以及关心 还有呢送爱到家户 相信这也是吉安乡特有的超人巡守队的任务 再次谢谢我们八个巡守分队 八十八份中秋节物资委托八个巡守分队协助发送 务必要赶在中秋节前送完 让独居长辈可以温馨过节 接下来会见相报道